救護車即使在屋前停下 因為傷者是一名73歲的老翁 他從二樓摔到一樓後陽台 救護人員連忙打體救援 但老翁被發現時 已經痛到失去意識 他是對痛沒有反應的 躺在地上 然後他上面採光灶的部分 有過一個大洞 救護人員用長壁板固定老翁 給養急救 但老翁頭部著地 送醫途中一度昏迷 他的妻子外出購物 看到丈夫被抬上擔架 難過又自責 我嚇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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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年大掃除 台南這位73歲的老翁 為了粉刷鐵窗爬上二樓 但因為重心不穩 才不採光照 從二樓重摔到一樓 緊急送醫 躺在地上 右後腦槽 有一個大約血腫 大約五公分的血腫 受傷的老翁是一名退休老師 已經高齡73歲 還爬高刷油漆 送醫後儘管撿回一條命 還要住院觀察 年終大掃除還是量力而為 寧可花錢請人打掃 為了省錢 發生意外可划不來 接下來我們找到佩如 看得不到